我們看這邊第二題 這邊的話呢下有關數的敘述和正確 那這一題的話 第一個0.9999 這是指0.999999循環的意思 這邊多少 那這邊是選擇題 我們一個選項一個選項來看 好 這邊的話第一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0.9的循環 好 這邊我要直接套公式 算是有點算公式 好那一樣 這個公式的原因最後啊 我最後那個解完以後 在影片最後面再看 那如果沒有問題就直接跳出去這樣子 好那0.99的循環它實際上 這邊比較快的公式這樣子 如果有幾位循環就寫幾個9 然後上面數字欸 這邊沒有其他的嘛 就整個9 循環的數字是9 就整個寫上來 OK 沒有沒循環部分嘛 整體是9分之9啊 其實答案等於1啦 那選項它說它是小於1對不對 所以這次不對的 那麼它說它小於1嘛 所以不用看 這是1是錯的 那等一下 為什麼這邊等一下要再講好不好 等一下這邊有問題的話 等一下再說 不然你直接點到後面看一下 然後在這邊第二題 0.234循環 好這邊呢 一樣我們套規則來做 那0.234循環的話 這邊你看一下 它的意思是0.234 4444444 所以這邊循環數字啊 只有一個 循環位數只有1位 所以當我這邊循環位是只有1位 所以我寫一個9 好 那這邊有兩數字 2.232.232 我把它叫做2位 不循環 我就補兩個0 反正以後有幾位不循環就補幾個0 那幾位循環就補幾個9 好那這是分母的部分 好那分子就是整個2 3 4 整個上面數字抄下來 減掉沒有循環的部分 好減掉沒有循環的部分 減掉沒有循環的部分 減掉23 好這邊減出來23 把寫好一點 好那減出來結果會變成 900分之多少 呃 這減出來是211才對 OK OK 好那你看這個選子選項部分 選項的話是990 OK好這邊不對了 應該是改成900才對 照這樣解下來 好那等一下我最後再篇幅的講這個公式 這怎麼來的齁 那我再複習 再重講一遍 他的做法是 你把這邊有幾位循環寫幾個9 那沒有循環部分 你就補幾個0 那全部的數字扣掉沒有循環的數字 OK 所以這9百分之21 這是二選項 我們看第三題 第三個選項 然後他說咧 設AB為實數 如果A加B更號2等於0 則A等於B等於0 好這邊的話咧 這個選項喔 這邊我直接看文字的部分 他說AB為實數這不對喔 這邊改成有理數才可以 這個選項就可以對了 應該改成有理數啦 後面就可以 OK 那這邊為什麼他不對喔 我舉個反例好不好 直接明確我寫個反例來看一下 我找個反例給你 好 因為他是說實數 實數的意思是含根號 所以我這邊我可以把 假設A什麼 假設A是那個 3根號2 那B我可以 假設它是-3 你看喔 這樣的話你把整個套到式子裡面去 它是不是變成了 3根號2 然後咧 減掉3 應該要說加上負的啦 負3 然後根號2 那你觀察一下 那麼A是3根號2 B是寫的負3 那這根號2 那出來是不是等於0 那有沒有照他題目說的 AB這樣等於0 沒有吧 那 因為他題目限制實數 實數比較麻煩是說 實數是包含所有的數字有出區數之外嘛 所以實數是不是也可以有根號 像是拍那種東西啊 物理數都有算在裡面有沒有 所以這邊會出現狀況 所以三選項不行 那我們看第四個 第四個他說 我們看題目 第四個他說 那個 Alpha 加... AlphaBeta為實數 AlphaBeta為實數 我們看這邊 然後 如果Alpha加Beta Alpha-Beta Alpha-Beta是有理數 這個是有理數 這也是有理數 那這時候 他說AlphaBeta 也會是有理數 這個選項是對的喔 OK 這邊選項是對的喔 那為什麼 這邊其實要考的是那個 有理數的封閉性 什麼叫封閉性 什麼叫封閉性 就是說 我們任何有理數的試著運算加減 然後乘除一個有理數以後 它仍然會有理數 但是這樣子 那這個怎麼對喔 我們直接 我們寫一下 要我做個式子 做顏色我們分開來好了 跟上面不一樣 好 試選項我在這邊寫 這邊如果你看喔 Alpha加Beta是有理數嗎 那Alpha-Beta也是有理數 這個是有理數 這個也是有理數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換句話說 有理數加有理數 是不是應該要等於有理數才對 那有理數加有理數 你看喔 Alpha加Beta 那Alpha-Beta是不是消掉以後 因為Beta一陣一負 是不是變成2Alpha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整得出來 結果是要有理數 好 那2Alpha是有理數的話 你把2Alpha除2 2喔 是有理數喔 2也是有理數嘛 所以2Alpha有理數除2的話 其實Alpha是不是也有理數了 2其實不只有理數喔 還是整數咧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有理 除 有理 你問他是不是Alpha要有理 OK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符合了 Alpha是不是有理數了 有沒有 Alpha是有理數了 好 那同樣道理啊 我們再做一次齁 其實你只要把這個 剛剛加對不對 改成減法就行了啦 因為如果是有理數的話 是有理數的話 是有理數的話 那Alpha- 應該說有理數-減有理數 是不是也要是有理數 所以這邊的話呢 Beta 因為Alpha減掉了 那-負的整 就變成2Beta 好 那是不是也要有理數了 那同樣道理啊 跟上面一樣 2Beta是有理數的話 有理數除以有理數 應該也要有理數嘛 所以是有理數除以有理 這邊就不寫了 跟他一樣 所以Alpha 是有理數 通常這邊是Beta是有理數嘛 所以這個啊 Beta也成立 好 那這邊的話呢 題目選項問 說 哪一個是正確的 所以這裡可以選 所以答案的話 我們可以選 4 是正確的 好 那 到這邊啊 如果沒有問題你就OK 那這邊我要解釋一下 畫一點篇幅解釋一下 這個1 2啊 這個 無窮的這個 循環小數 換成 其實它就是換成分數的 問題啦 我這邊來 畫個篇幅解釋一下 就是 無窮的 循環小數 小數 小數 畫分數的問題 好 這邊的話呢 其實它是一個計算過程的簡化 這邊我一樣 我可能 不拿一個 就是我不用公式 我直接拿個例子來數好 以這個0.2344的循環來解釋 剛剛寫的 0. 大概用這個例子 介紹它的那個 計算過程說明 然後讓你回憶起來就可以了 0.2344的循環 然後我要換成分數 這邊 好 那這個解的過程啊 其實 看一下 我把0.2344 那個數字啊 0.234 這個數字 我把它設為A 這個A 所以等一下我就不看這個 那如何 在這邊的話 你會發現這裡 實質是有很多個 我把它同乘於100倍 它數變成23.44444424 循環下去 OK 看得出來吧 OK 好,那我的目的等一下看一下 其實我等一下再會做個動作 然後你再觀察一下 這邊乘100倍,然後是23.44 好,這邊因為題目只有一位循環,最近都是4嘛 所以我再把它乘上10倍 觀察一下 這就是變成1000A了 它就變成234的444循環 好,那我要我的概念是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換了分數,分數概念是不是都整數嘛 所以我只要能把這邊分子分母的整數找出來就可以 好,這邊我有點像在解連粒方程式的樣子 也不是解連粒,就是要解方程的感覺啦 你要100A是23.444 那1000A是234.444 那因為從這邊開始,是不是都是無線循環小數 你會發現是不是都是4.444一直點下去 無線多嘛 那所以無線多就是永遠不會停止 就是點下去的意思喔 所以你把這個式子啊 下減上 1000A減掉100A 然後我們這邊 234.444-23.444 我的目的是要把這邊重複的啊 這邊小數 無線循環的部分 減掉 那是不是就是234-23 然後減的過程當中的話,這邊減出來是不是 那這邊我先算出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你看喔 你的A是多少 你的A是不是900 那你這個咧 分母是900 那你分子的地方是不是234.23 好,這邊我們有把它先算出來,你看一下 在這裡面啊 剛剛提到的 如果你這邊有出現一位循環 就是這邊要多乘個10的意思 因為你在這邊一位循環的意思是 我想要把這邊的循環小數 我先第一步嘛 讓它從第一位就開始循環小數了 然後咧 我把其中的循環部分 如果再提出來 假設這個題目是只有一個數字好 乘10倍 那如果它有兩個數字的話 就乘100倍了 你提出來以後啊 這邊就會 像這個例子來說乘10倍有沒有 提出來以後 這時候你會發現 就會減出來就會產生一個9 那你的起始的話 這個有兩個0 因為我一開始的話 0.23444 因為我現在讓它變整數問題嘛 所以我把沒有循環部分 有沒有 乘個倍數 這邊就是乘100倍 就是例子來說 把它提到前面來 讓它們 小數第一位就開始出現循環小數 OK 好,那這樣子的話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我讓第一個就是變 開始循環小數 那這樣就變整數問題 其實這邊前面就是整數問題嘛 那你乘上去以後 如果你乘100 是不是這邊就會產生兩個0 就是你這邊有兩位 是不是就多兩個0 如果這邊沒有循環部分有三位 是不是就有三個0 所以我直接把它計算過 會發生的東西啊 直接整理起來 然後再來 你這個數字啊 因為我最後是不是要 把這個循環的部分 會提出一位出來 像這邊是要有三位嘛 所以整個數字是不是二三四 所以這邊是二三相解 那你沒有循環部分 是不是一開始你還先把它操作 我把它抓到前面 是不是抓到這邊前面 是不是剛好這二十三 所以在這邊 你把全部數字扣到循環的 是不是到時候 計算過程是不是 這邊當分子 那這邊我 直接啊也沒有 我就沒有把它當公式了 等於說我想把計算過程的簡化 讓你看 那你看喔 是不是這邊我們可以 以後如果類似問題的話 我不用每次都把數字都算出來 比較快一點 所以這邊的一位循環會造成一個九 是剛剛這邊 從這一百到一千 然後呢 這個二三四-二三 其實是因為我一開始 其實把所有沒有循環部分 提到前面會被剪掉 然後呢 再來我 必須讓它多一次循環的部分 所以是會含循環數字是二三四 那這裡呢 我就直接記 全部數字扣掉 不循環數字 所以這裡答案是 九百分之二一一 好 那在這邊呢 如果我再舉個例子說一下好了 所以同樣道理的話 如果等一下 如果現在我把問題改成了 0.12345 的四五循環 在這邊呢 我就可以直接 兩位循環 九九 三個不循環數字 0.0.0..全部數字 1.2.3.4.5 扣掉 沒有循環數字 1.2.3 那我們減出來的話 應該是 9.9.0.0.0 再來 122 4-2 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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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itti 這就是會 會是我要出來結果 我這邊主要不是要做 這樣就要說明這個五線圓圓循環小數部分的概念